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2ATA的洋餐 这个是个卧室的洋餐来的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边,它这个门是磁吸门 然后我们有,门有两个选择的 一个是手动阀,一个阀的话是在这边 可以手动阀关闭了 现在的话是个磁吸门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 然后这个是15升的 它是个双压缩机的一个计量机 然后它这里一个按钮开关电源的 然后这里个没有屏幕,屏幕的话是因为在这边了 屏幕在这里,这里可以操作 然后这里边是个电话,然后里面通讯的 然后这里的话,按启动的话就可以 它就可以开机了 开机的话就到这边快速增压 这里10到10分钟的话,它就开到这个标准模式 然后上面就可以,等到标准模式的话 就可以选择其他存氧或者降低压力 然后这里可以设置时间还有压力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长内里面的环境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长内里面的环境 这里的枕头是标配的 然后还有这里的桌垫也是标配的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长内里面的环境 然后这边的话是个控制品 然后就可以控制它 这里是一样的 长按开机一样的去操作 然后这边按一下 然后就可以通话了 然后这边的话里面的话 里面现在是有空调 这空调的话是选配的 然后客户需要的话 可以选配个空调 如果不需要的话 那就不需要 然后再到外面 这里是个压力表 可以看到这个压力 当它上升的时候 可能可以在这里显示了 然后这边的话是个手动卸压 然后这里可以做卸压 这边是个自动卸压法 这里手动的话 你可以看到里面去 里面也可以操作去扭动它 这里扭动它 慢慢的扭动它卸压 然后再看到这边 首先可以看到这里的接管 我们的每条管的话都会有 这里会有标评的一些管 然后空收到它直接插入就可以了 这个的话是做多了一个 这里有两根 一个是面板的指示线 一个是电话线的 然后再看到这边 这边是空调 水冷空调的两个方向 这边是冷空调 里面是用水 所以要去水 然后这边 它是季安机 这边是空调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 这两根 然后水冷空调的话 是连接到这边 这边是外面的空调 可以操作它 然后再看到这边 这里面有两个自动性压扒 然后这些口的话是做多的 然后这边它是那个空调的 有机器 然后这边它是 这里也有 这里有我们的每根管 都会有标评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